热点时评 中共二十大中央委员如何组成? 作者 程晓农 播讲 夏秋年 本文选自自由亚洲电台中文网 作者程晓农是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社会学博士 80年代曾任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综合研究室主任 后来又担任过美国当代中国研究杂志主编 下面是这篇评论的证文 中共二十大开完了 习近平的个人独裁完成了党内的程序认证 事先确定的中央委员名单也通过了 被从这个名单上剔除的人 包括原来的政治局委员或常委 比如李克强等 都属于预定出局的人 而非投票结果 事实上 所谓的中央委员候选人投票 不会改变事先就已被剔除之人的命运 因为无论是预选还是正式投票 都只能就列入此名单的人投票 那谁来挑选名单上的人 又由谁来确定最后付诸投票的名单 本文从习近平安排的中央委员挑选和过筛 来分析二十届中央委员的组成过程 一 漫长的中央委员候选人选择过程 中共二十大挑选中央委员的过程 差不多两年前就开始了 2020年底 习近平就开始谋划二十大中央委员的挑选 三个月后 习近平分别召开政治局常委会会议和政治局会议 成立二十大干部考察领导小组 组长是习近平 习近平给每个省或部确定了中央委员候选人的名额 中组部为二十大中央委员所做的干部考察 从去年7月开始 先后分三批派出45个考察组 对31个省区市124个中央和国家机关 中央企业做专门的人事考察 中央军委也派出8个考察组 对25个军委机关部门和战区干部做考察 中组部派人考察未来的中央委员 也就是考察未来各省各部主要官员的仕途 中央组织部的考察过程十分谨慎 规定考察人员不单独出行 不私下会客 出门不漏一句话 房间不留一片纸 以防地方大员打探人事消息 中组部的考察人员基本上是先约谈考察地的中层干部 做个别谈话以便间接地了解他们所要考察的省委书记和省长 最后才与被考察对象见面和本人谈一次话 当地的省长省委书记直到被约谈了 才知道中组部的考察组来了 这时考察也就基本上结束了 从程序上讲 这种做法历来如此 习近平当年也经过多次这样的程序 一步一步地爬到现在的位置 有媒体认为 习近平挑选的二十大中央委员都是习家军 其实习近平不见得熟悉全国的省部级大员 不可能把每个人都发展成既熟悉又信任的习家军 那他这次挑选二十届中央委员有哪些特点 了解这些特点 有助于判断习近平的省部级班底按什么标准来挑选 二 政治忠诚优先 习近平按照自己的标准 规定了二十届中央委员必须具备的要件是 对习近平的高度忠诚 习近平专门对中组部强调 禁不禁中央委员 不能对号入座 一惯例 首先政治上要达标 此话的意思是 过去江湖时代挑选中央委员 往往看现任地方大员的官位 谁是省委书记 省长 谁就当下届中央委员 而习近平则提出 现任大员若政治上不够忠诚 不可以继续当中央委员 江泽民 胡锦涛时代 挑选中央委员时 会让地方干部对本省大员的官场口碑 投一次票 这种做法在中共官场上被称为海选 而习近平否决了所谓的海选 只许中组部考察人员私下访谈 在这样的访谈中 中组部考察人员会费尽心机的 让地方干部讲一些真心话 有时如果地方干部不敢讲真话 那考察人员会看他的表情来判断隐情 进而继续追问 比如二十大前 中组部在某省考察当地大员时 问一个被约谈的地方干部 该省某大员是否有担当 在习近平时代有担当一词的含义是 地方干部要敢于为执行习近平的指令 而不计后果 哪怕招来民怨 而这个被约谈的地方干部 对这个问题一言不答 表情犹豫 于是考察人员就逼他说了真实情况 由此可见 在习近平的眼中 地方大员的仕途 首先取决于敢为习某冲锋在前 不计后果 这就是如今中国官场上政治忠诚的衡量标准 三 查考 旧账 私产 这次中央委员候选人考察 习近平还要求中组部考察人员 必须调查被考察的人 是否曾被民间或下级干部写信告状 中组部考察人员写出每个被考察对象的考察报告后 必须要求当地纪检部门负责人签字 地方大员若有某些问题 被当地纪检部门掌握后 往往既不处理也不上报 而只是存档 按照习近平挑选二十大中央委员的规定程序 地方大员被考察时 纪检部门要么拿出这些存档的举报材料 要么签字保证不存在这样的举报材料 这是让当地的同级纪检部门承担连坐责任 每个省推荐给中南海的中央委员参考名单 还要送给中央纪检委研判 在胡锦涛时代 中央纪委收到地方大员的举报材料 往往封存 不予查处 那时的纪委只是个摆设 而习近平现在却要求中央纪委 对二十大选中的中央委员候选人 查看举报档案 翻一下是否有旧账 习近平对新一届中央委员的挑选 还有个与江湖时代不同的做法 即查私产 考察人员除奉命审计地方大员的金融资产外 还要查他们的房产 也查大员的配偶子女 以及子女的配偶是否经商等等 因此可以讲 现在被挑选的中央委员 相对江湖时代可能比较干净一些 但不太贪的官员更在乎仕途 他们为了执行习近平的指令会不择手段 4.中南海审批候选人 中共组织部的考察人员回到北京后 将整理好的中央委员候选人名单报政治局审批 最终由习近平决定名单 习近平批准这个名单之前 先后召开了六次政治局常委会 专门听取中央委员考察情况的汇报 这些考察结果只给中南海高层看 并不让二十大投票选中央委员候选人的参会代表了解 二十大10月16日开会 而政治局常委会9月7日才确定这次中央委员候选人名单 供二十大与会代表预选实用 中央委员选举分两轮 第一轮预选是差额选举 第二轮正式选举是等额选举 习近平交给二十大的中央委员候选人是222人 而预定的中央委员人数是205人 预选差额17人 差额比例为8.3% 对二十大各省各部的代表来说 他们对其他省其他部的候选人可能并不熟悉 所以那些在预选中被差额选举淘汰的人 很可能是本省代表中有人不满意他 结果票数少了被淘汰掉 至于最后进入正式选举名单上的205人 因为是等额选举 名单上的人预会代表基本上都会打勾 所以一定都当选 5.预定被出局之人能在投票中翻盘吗 外界对差额选举中被末位淘汰的人往往并不关心 事实上只要官媒不报 大家也无从知道谁在预选中被差额淘汰了 20届政治局委员和常委名单公布后 这两个名单中有不少原来的政治局委员和常委出局 围绕着这些出局之人各国媒体发表了不少评论 但没有一家国际媒体谈到过 这些人的出局真的是意外吗 其实这次的中央委员名单中被踢除的那些原政治局委员和常委 都是投票前就事先确定的 其中除了年龄偏大的人要出局之外 一些尚未到零的原政治局常委 比如李克强早已被预定出局 那么投票时 20大预会代表中 李克强的支持者是否可以在中央委员的预选或正式选举中 在选票上加上李克强的名字然后投给他一票呢 当然不能排除个别预会代表这样做的可能性 但这样的选票也可能被大会秘书处当作废票处理 即便预会代表自己在选票上加上名单外的名字投上一票 而负责运作党代会秘书处的中央办公厅也不予过问 将这样的选票视为有效票 那是否就会改变习近平事先预定的中央委员会组成 把事先被习近平逐出中央委员名单的人又拉回来呢 显然若以为靠在候选人名单上个人加个名字 就能产生让李克强重新当选的投票结果 那就太不了解中共对党代会投票过程的掌控了 参见笔者10月20日刊登在本网站的文章 中共党代会的管控模式 事实上 所谓的中央委员候选人投票过程 不会改变事先就已被剔除之人的命运 不论预选还是正式投票 只有已被高层列入名单的人才可能在投票中当选 而那些已被剔除之人 即使他们也在会场中投票 却只能乖乖地看着别人当选 自己出局 这就是中共高层独裁的所谓党内民主 投票是须 操控事实 事先决定名单 严格控制投票过程 确保名单如数通过 于是便产生了中共特色的选举结果 六 中央委员李红二代 官二代成为历史 二十大产生的中央委员205人当中 主体是省部集合军队战区级以上的高官 也有少数地势集合军队军级官员 以及金融企业 国有重要企业 高等院校 科研单位的干部 还有个别工人农民代表和解放军模范人物 他们的平均年龄57岁 99% 具有大学以上学历 如果从家庭出身来看 这次的中央委员已基本上没有红二代或官二代 唯一的例外是中央委员名单上韬培莫座的攀岳 其副是原解放军铁道兵司令部副参谋长兼总工程师 抗战时参军 攀岳的前期是原中共政治局常委 军委副主席刘华清的女儿刘超英 攀岳2008年任环境保护部副部长时 提倡绿色GDP 在知识界颇得人心 但因此和温家宝时期的GDP挂帅抵触 坐了冷板凳 2020年才升到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 主管少数民族事务 这仍然是统战部内部的冷板凳 因为统战部现在最热门的部门 是对台策反和对欧美收买技术间谍 这些部门既有钱又有势 却非攀岳所能染指 过去国际媒体上经常讲老干部子弟和高官子弟可能接班 老干部子弟及习近平这样的红二代 高官子弟指父亲不是中共老干部 但曾担任中南海高官 现在除高高在上的习近平是红二代之外 绝大多数中央委员基本上不再有这样的家庭背景了 由于习近平不再重用红二代或官二代 2014年到2015年也发起过批判团派干部的宣传 所以红二代、官二代、团派干部接班这种政治现象 在中共政权里可以说已经终结 今后再讲红二代、官二代或团派 就是再讲历史了 二十大召开时 团派出身的胡春华还不满60岁 胡锦涛卸任时便安排他进入政治局担任副总理 当了十年副总理的胡春华 在国务院的工作经验已经不少 因此一度被海外看好为下任总理的人选 但显然习近平不想提拔他 就把他排除在二十届政治局委员名单之外 因此按团派接班的思路来猜测 胡春华是中共政治明星的外媒大跌眼镜 胡春华无法继续入局 其仕途就此断折 明年春天人代会之后只能降职求存 这是团派折起的一个典型案例 红二代出局是因为他们的年龄已到了退休年龄 而官二代出局显然有能力不足的因素 目前中共大佬的儿子还在官场上的主要有两个官二代 一个是胡锦涛的儿子胡海峰 另一个是李鹏的儿子李小鹏 胡海峰本来经商 涉入腐败 被胡锦涛要求退出商界 胡锦涛卸任后 习近平作为对胡锦涛的感谢 安排胡海峰在浙江从政 但胡海峰只做到地级市书记 这次是二十大代表 没资格进入中央委员候选名单 李小鹏从他父亲控制的国有电力系统起家 后来从国企转而从政 当到山西省常务副省长 习近平上任那年 李小鹏当上中央候补委员 得票数名列最末 初上台的习近平要给李鹏面子 让李小鹏升到山西省省长 李小鹏因此又进入中央委员行列 后来习近平揽拳成功 李小鹏的仕途就碰壁了 无法从地方大员往上升 只好转到交通运输部当部长 习近平显然没打算重用提拔李小鹏 所以二十大把李小鹏排除在 中央委员候选名单之外 二十大的这一届中央委员 虽然未必人人都够得上习家军 但都是按照习某冲锋队的标准挑选出来的 习近平靠这样一批中共精英 除了能指哪打哪 还能破解中共当前面临的经济难题吗 习近平不懂经济 也没有长远眼光 而经济难题靠蛮干 只会越忙越糟 李克强多年来无法化解的经济难题 习近平同样无法解决 这才是中共最头痛的问题 全文完 解决 油 解决 解决 不 解决 解决 自己 解决 解决